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蔚蓝的天空 隐含着时间的变迁 也包容了世间的悲喜 我们追向着林雨棠的脚步 一起踏在八十字数才说 我只是一段矛盾而已 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 她的智慧 有染于不同的文明、语言 以及各种宗教思想之间 她的文学作品、生活方式 以及面对人生际遇的态度 包容了这个世界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成为现代人所推崇的人格典范 1895年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林雨棠出生于福建漳州的 一个叫班仔的小农村里 她的父亲林志成是一位基督教牧师 在乡里颇受敬重 她的梦想是子女有朝一日 能够在西方最著名的大学受教育 对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农村家庭来说 这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不过林志成仍设法让林雨棠 从十岁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 都是在由西方教会主办 而且是双语环境的学校就读 我们可以说 林雨棠是同时在中国的土地 以及西方的文化下成长的 不过 这十年的求学经历 让她大学毕业后 前往北京清华学校担任英文教员时 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 她拼命念的都是学的是英文 所以她对英文、圣经、西洋的那种神话故事 都很熟 但是中文她荒废了 来到清华学校的时候 发现说学生的中文程度会比她好 她对中国古代的历史 什么之类的民间故事 她几乎都不知道 所以她就拼命地在那个念书 这个教书的时候 才开始重新深入中文 这个冲击让她重新解释自身的文化 对当时的林雨棠而言 中国传统文化内敬的智慧 以及西方科学进步的思维 促使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脱离基督教的信仰 1920年代初期 林雨棠未满三十岁 就取得了哈佛大学 与莱比锡大学的朔博士学位 完成了父亲 希望她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的心愿 林雨棠返国后 除代名教职外 也开始在报章杂志发表文章 她以当时新兴的白话软体 书写文化和社会等议题有关的散文 她书朗的文采 以及对中西文化的深刻观察 让她日渐受到重视 成为于鲁迅 著作人及郁达夫等 一起被讨论的重量级作家 然后到三十年代她影响最大是 因为她编了三个杂志 这个杂志在现代文学史上 算是一个流派 收的上文特别多 所以她在主张 这是文体要怎样写 不要写完全很啰嗦的白话文 稍微要喜恋一点 然后又提倡幽默 林雨棠是这一个把英语的humor 翻译成中文幽默的人 或许我们今日看来 难以想象这件事所引发的深远影响 她却是因此而在文学史上 得到了最初且最重要的记录 其实当时的中国 因为长期的战乱和贫困 许多社会中间分子 开始质疑中国文化的价值 林雨棠在当时散布幽默的概念 也是希望人们一方面 怀抱对穷困大众的悲悯 一方面人对未来保持乐观 同时还能有着能够欣赏 尊重东西文化的宽广视野 这也是林雨棠 与当时左派思想家最大的差异 她就跟我讲说 她说幽默不是滑稽 也不是讽刺 幽默是由一种悲天闽能的人生光 形成的 它的出发点是对人类富有同情心 说出来的话 也不失于它的一种温柔 忠厚这种的本质 但它是在结窗虚伪给矛盾 1935年 林雨棠受美国作家赛珍珠之邀 以英语写作《无国无名》一书 出版后 立刻在欧美文坛造成极大的轰盾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看到它的书 那时候很多学校都买那一本书 New York Times 它就变成是 No.1 Bookseller 大家都很喜欢 那个时候很少有关于 中国人的文化的书 所以它写得有英文写 也有一点预模感 也写得很好 所以就变成很流行 人家都喜欢买嘛 林雨棠 因此知名度大增 受邀至欧美各国进行写作与演讲的相关活动 往后的十年间 《生活的艺术》 《金黄烟云》 《苏东坡传》等代表作陆续问诗 《苏东坡传》等代表作陆续问诗 两脚踏东西文化的自诩及努力 让林雨棠在西方世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是西方读者更深入地认识中国 它的文字除了文学价值 在二战期间更为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这项外交成就 重要性不亚于向同盟国 争取枪炮飞机等武器支援 林雨棠她是成年以后觉得她生命中有一个缺陷 她就去拼命地去了解这一块 所以她也就用她的方法去诠释 她把每个故事都诠释得好美 在她笔下的中国是很失忆的很可亲近的 所以假如鲁迅跟李棠在一起相比的话 反而那个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还更爱中国文化 第一个她在她的杂文里面 她表现了一种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生活态度就是什么 她得意的时候是儒家 私意的时候是到家 就是你可以回归到你很自然 这种自然就是你真的是一种生活中的 也不能像哲学家吧 中国中是一种人身家 那林雨棠她恰恰 在文章里面反映了这种精神 她写的《苏东坡传》 《古泽天传》 都恰恰是中国最有特色的人 她不要重精神层面 不管写《古泽天传》或《苏东坡传》也好 她的文字是那么风趣深刻 字里行间描述生活中的各种情趣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读者 产生好奇 这位作家到底是如何创作呢 她工作很认真 她工作很认真 因为她说 人生可以幽默 做事要认真 非常认真 一个字一个词不随便落笔 他写得非常之快 像写文章写小说了什么 都是一下就写完了 差不多早上写三四个小时 金华言语是用手写的 那个我记得 后来有几本 完全是靠个秘书 你每天早上九点半 到我家里坐下来 好了 夫君就开口对他讲英文 他那个秘书就记录下来 就打下来 就是那样写 我常常打字 工作一半 那有疑问 我要问他 他在哪里 去外面 有没有 到花园 有没有 他也有告诉我 怎么不见了 早了半天 他躲在沙发后面 长沙发后面是一个很高的叔叔 他躲在那里 他躲在那里 我怎么想也想不到 我就睡里了 那我就休息 等下他自己跑出来 他很好玩 喜欢 做迷藏 林宇棠的家庭生活 林宇棠的家庭生活 反映了他中西融合的人生观 他的著作体偿自由恋爱 但他与夫人廖翠凤女士 是以中国传绍说媒的方式结为连临 他们终生非常恩爱 1969年7月9号 是林宇棠先生跟他的夫人廖翠凤女士 结婚50周年 那一天呢 我们有几位朋友就来这里 跟他一起庆祝他的结婚50年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个林先生对林太太那种的 充满了那种爱 事实上他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不是性格完全一致的 然后林太太就说 她说林先生的这个老金啊 像一个马一样 野马一样的 转变得非常的快 她有时候都抓不住 她说我只好放任她去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林太太固然没有办法抓住 她的这个像野马一样的老金 但是她抓住她的心 林宇棠更采用妻子的名字 作为家婚 就她的她那时候搬到这里来住的时候 她的餐桌的那个六张椅子啊 那椅子的背后的一个雕刻了 一个缝字 那就是林太太的名字的一个字的缝 那就是她就认为说这个家是 林太太建立的其他家 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来 林先生对林太太的很小的地方 她对她的那种的关怀 会对她的一种爱 除了文学之外 林宇棠最热衷的事情是发明 她从20岁起 最大的心愿就是创造出 和西方打字机一样方便的中文打字机 我当时没有这个 现在的电脑的功能 不过其实也十分像 你选择了 你输入那个字 她有给你几个字 你选择一个就打出来了 这不是现在那个软体 那个中文软体一样吗 她将写作的版税收入 全数投入了中文打字机的发明 因此一度出现财务危机 她一生是不代理 那个经济方面 她说我要做这个打字机 头一步需要怎么样做 她自己的钱放下去了 结果破产了 所以不过她也非常乐观 她有一次就说 我像个橡皮球 掉进一桶水 你怎么样给我 把我压下去 我还是浮上来 她是那样的态度 林宇棠在晚年 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 其中之一 是选择到台湾来定局 因为她的政治立场 使她无法回到福建的家乡 而台湾是与她的故乡 最相似的地方 因为这里都说闽南话 她在外国住了多年 她回了台湾 有这个幻想自感 她好开心 你碰到谁 你陌生了 跟她开口 不用说普通话 就说闽南话 她了解的 她明白的 这里很多习惯都是闽南的 因为她非常热爱乡土 怀念她故乡 又不能回大陆 所以她想到 她第一次来台湾 想她需要来看一看 因为这点讲话 方圆一样 各种风俗什么都 都跟远南完全一样 所以我想后来她就来这里定居 因为她在那个时候 回来没多久 她在中央社的专栏 就是无所不谈 她就讲什么 觉得很好笑 她说 听见邻居的一个太太 用不干不净的话来骂小孩 她听见觉得很快乐 听见别的 路上还在车上 听见别的 有两个女孩子用敏 然后还去交谈 她听见也觉得 好像回到故乡一样 她就是爱故乡的 非常的 对邻居堂来说 寻找故乡 一方面反映在她 寻找晚年的居所 另一方面 则反映在她 心灵的寄托 邻居堂在六十岁左右 重新拾起了 阔别数十年的 基督教信仰 刘居堂 我觉得她的信仰 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她年轻的时候 写过一本书 就是说 为什么我成了一个异教徒 就是说 我为什么不信基督教了 因为她是一个牧师的儿子 本来她爸爸叫她去 读试约翰大学 大概是希望她回来接班的 可是她就这样出手了 就跑掉了 那她在念大学的时候 也相当的翻盘 不但是翻盘整个的信仰 她连整个的习俗都很翻盘 葛德哈晚年的时候 她觉得她需要回归 她需要宗教上的仪归 她在纽约街上走的时候 听到教堂里的歌声 她就当场就流下泪来 那她觉得人生要有那么一个地方 让她可以移归的 那好像她幼小的时候 跟这个宗教的那个冲突呢 又得到一个和解 所以她晚年又是回到 那个宗教的世界里头来 林宇堂在晚年回到了基督的怀抱 这段心路历程 曾经在教会里 与林宇堂夫妇往来密切的周莲华牧师 有着深刻的观察 他整个的反叛过程中间 有一位从来没有反叛过的 就是他的太太 不管他怎么说 他的太太每天晚上 一定要读一段圣经 祷告以后再睡觉 林宇堂先生的信仰之礼 我就感觉到经过了很多的 不同的哲学的阶段 到不同的信仰去找 找到结果呢 最后她还是找到基督教 说不定她太太的经常的 这个读经跟祷告 我觉得是最是她能够佩服的 感觉到不管怎么样 她经常的都是读圣经 感觉到圣经里头有粮食 好像有心灵上的粮食 而祷告呢 就是跟主的交通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她的太太经常 我感觉到 这恐怕是一个最大的因素 让她再能够回到主里面来 林宇堂透过她的文字 让中国与西方的文化 能够互相的对话与交流 她也不断探索东西文化中 细腻与深刻的层面 最终她以自己的生命历程 包容两者的差异 实践她文字中和谐的人生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